5月24日,周杰伦带着全新升级版摩天轮演唱会与北京的歌迷见面。 相比去年,今年的摩天轮演唱会舞美灯光更加华丽, 周杰伦还将其自导自演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搬上工人体育场的舞台, 与歌迷一起重温电影的精彩剧情。 台上,周董化身在校学生与邱凯伟为首的坏学生开展一段争夺袁颖林的浪漫有趣的爱情故事, 并把自己的歌曲《浪漫手机》《魔术先生》《快门漫舞》《不能说的秘密》等歌曲进行串烧。 此次演唱会持续超过三个多小时, 随着《双节棍》、《气里香》、《牛仔很忙》等多首经典歌曲的旋力响起, 周杰伦把出道十四年来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依依奉上》演唱会末尾, 情绪高涨的观众迟迟不肯离场,周杰伦先后反场三次, 最终在演唱会开不了口的《万人大合唱》中落下帷幕。 郑伟斯,搜狐视频娱乐播报,北京报道。 搜狐视频娱乐大普通,大家好,我是刘言。